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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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高雄 歡迎來高雄 我會請到來能幫你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一年多 你目前的服務項目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我目前經營一家通信航 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是走行動道服務 那我們的服務項目有 客家門好的申辦跟喜馬 新舊手機的買賣 比如新的智慧型手機 你有舊的智慧型手機要處理 我也可以幫你賣掉 還有周邊配件的買賣 包模 還有包含 修手機的部分就是iPhone的部分 比較專門 iPhone的部分 iPhone專修 服務項目還蠻多的 就是一般通信航可以做的事情 我這邊都可以做 那你目前的 行銷方式 用了哪些網路行銷方式 目前網路行銷方式包含 Line 還有Line8 FB的粉絲專頁 那我自己也有加個人的網站 用Webory來加個人的網站 最近比較有在學的就是在 自媒體跟影片拍攝的部分 影片拍攝的部分已經開始做了 對 影片拍攝的部分也在開始做 那你覺得這些網路行銷方法 對你來說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最大的幫助喔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幫助是在於 因為這是我第二次創業 那我在第一次創業我是一個實體店面 我是加盟一個茶飲店 那我光每個月的人事開銷 電租 然後原物料的成本 基本一個月就要三十萬 一個月就要三四萬塊 三十萬 一個月就三十萬 是三十萬 不是三十萬 是三十萬 都蠻多的 對 所以我現在 第二次創業的部分就會有 所謂會想到 無實體店面 然後人員的管銷部分 我也就盡量的去解制 對 所以才會有 接觸到網路行銷的這一款 你都要學網路行銷之後 對你的改變其實蠻大的 對 包含整個 行銷方面的 世衛模式啊 這些都有很大的變化 那你除了網路行銷之外 還有用哪些 請教方式呢 因為沒有實體店面的關係 就是相對的 有些客人他會有疑慮說 那你沒有實體店面會 是不是安全的 你會不會跑掉之類的 所以 我會比較注重所謂的 口碑式行銷 是嗎 對 藉由既有的客戶 或者是一些 商務品牌 對 去幫我引進生意 因為熟人引進 信任感會比較增加 對 就所謂做所謂的 口碑式行銷 聽說你最近還開始去 教課 為什麼還可以去接到 這個授課的邀約呢 其實也是個 很偶然的機會 因為自己有在參加一些 政治團體的活動 對 那 剛好自己也在碰手機方面也都還蠻熟的 對 所以在 參加這些活動的同時也會發現一些 他們手機上面有問題 那我可以馬上的幫他們檢查 或者手機的櫻染雜診 馬上的幫他們做處理 那也就被 他們這些政黨的幹部有看到了 對 那就會有興趣說 欸 那你 既然這方面那麼熟 你有沒有興趣來 教我們怎麼用 比如說社群軟體 FB怎麼經營 LINE怎麼去 LINE怎麼申請 怎麼做 包含LINE 怎麼去經營 這些方式 所以才會陸陸續續有這方面 的邀約的課程 產生這樣子 我們也發現 其實他除了在網路上的努力之外 他線下的努力其實也做得蠻多的 然後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付出者收穫的精神 對 沒錯 付出者收穫 因為幫別人處理一些 他自己本身專長的事情 所以讓別人去發現 他的專長 這也是一個行銷非常好的方式 而且也是一個很正統的口碑行銷的工法 然後線下配合線上的行銷 會讓他的行銷不會投契 做得更棒 對 這邊也要非常推薦奶爸的課程 為什麼要推薦奶爸的課程 因為 其實奶爸的課程 當初我要接觸網路線教的時候 我有做很多的 各方面的評估考量 那奶爸的課程因為 他都是 一連串直接都是在線上的 你只要加入會員 在他的線上都可以 一直重複的看 你如果要有問題你就去搜索 你不會像一般實體的課程 你看完可能就找不到老師了 或是老師不想要回答 之類的問題 所以奶爸的課程就我來講 我可以不受時間 不受地點的限制 一直去做重複的學習 對 OK 所以其實我們的人都在學員 都很喜歡這樣的模式 然後在線上可以詢問問題 然後 因為長久的互動 我們也發生了感情 堅定的友誼感情 堅定的友誼 感謝齊君今天 特別幫我訪問 謝謝 掰掰 掰掰